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棒的书签 接棒书签 好所以赶快为今天内容按赞并且转分享 给我们阅读人肯定 也透过今天转分享 把这个善的能量转发分享出去 我们阅读人专题读书会 会透过每一次的专书导读介绍 邀请作者或者是由我自己 为大家来拆解书中的知识以及精华 所以透过这样的分享 也希望能够帮助到所有读者朋友 好好来认识一些好书 也同时从当中思考 这些好书跟你自己彼此的 跟你自己生命的关系 以及你如何使用这些知识 来改变你的人生 好那我们要进入我们今天的课题 今天的这本书 书名叫做 接棒家族 好那开始之前 一样有问题要问大家 要跟大家一起来交流讨论 好这问题是什么呢 这问题第一个要问的是 你喜欢你原来的家吗 你喜欢你的原生家庭吗 一到十分请给分 你喜欢你的原生家庭吗 一到十分请给分 好这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 可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彼此不认识 所以你写了我们也不知道这是谁写的 就很快就流于那个时间轴就滑过去了 而我自己呢 我在我小时候其实我非常不喜欢我的家 我应该小时候只有三分或四分吧 就不及格的分数 为什么呢 因为我小时候 如果有人知道 我小时候我的家庭背景 是在机车行长大 所以我小时候衣服 即使是白色 洗完衣服总还是灰灰的 啊接着有人说 啊为什么你不自己洗 其实我们的衣服是分开洗哦 就是我爸爸的衣服是他洗他的 而小孩衣服洗小孩的 只是我们家没有有钱到 可以买两台洗衣机 所以都在同一台洗衣机 所以那个水洗完之后 衣服总还是灰灰的 所以我小时候会有稍稍自卑 在原生家庭这一块 总是觉得自己 好像没有很好的资源 在求学阶段 也没有好的阅读环境 因为我们家没有适合的好的桌子 可是 我很好奇啊 为什么我现在成为阅读人 在推广阅读呢 然后主要原因是我生命当中 因着阅读而翻转 找到阅读好处之后 我开始推广阅读 所以 这是我 也以前不太喜欢我的原生家庭 可是慢慢的 越来越大之后 我现在应该可以给到 8分到9分 因为过去的那些经验 那些经历 成就了我现在 可以与大家一起交流 分享的生命故事 也支持到更多朋友 知道生命其实可以透过阅读 而大翻转 所以你喜欢原来的家吗 欢迎在下面写下你的分数 好当你喜欢分数之后呢 好那这时候又下一个考验来了 那如果有机会可以成为别人家的小孩 你在小时候会不会有这么想的念头呢 如果有机会可以成为别人家的小孩 你在小时候是否会有这样想的念头呢 好欢迎在下面写 想或不想 或者你想要 你想要写任何答案都可以 好那我要分享 我自己诚实回答 我自己会想 我小时候曾经想过 班上有些同学 哇感觉家里面感觉好大哦 家里好干净哦 他们家的衣服温起来都香香的 他成绩好好哦 或者他们父母会让他去学钢琴 学音乐 学各种他想要学的才艺 所以以前总会羡慕 班上有些同学 好像家里的家境真的还不错 以前总会羡慕 所以我小时候曾经想过 如果能够成为别人家的孩子 好像也不错 好像也不错 可是但后来越来越大之后才会发现 其实以前我们妈妈 过去父母的那个教养方法 其实还算开明啦 所以我们其实没有太多 在那个求学阶段有太多那个成长的背景压力 虽然有时候我父母还是会定一下成绩 可是并没有到这么严谨 是比较宽松的 因为可能也知道 我们家可能条件没办法让我们每个孩子都 透过大量补习去考到好成绩 所以我小时候曾经还是有一度想要成为别人家的孩子 好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探讨这两个问题在最前面呢 好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要探讨这本书 书名叫做接棒家族 接棒家族 哇有没有觉得这很有意思 而且真的附了一个 接棒书签 要给大家 在书里面 对就像跟封面是一样的 接棒书签 好那接棒家族在谈什么样的故事呢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作者 好作者是赖伟麻医子小姐 她以接棒家族获得2019年的本屋大赏冠军得主 哇所以这一本是去年刚出的本屋大赏哦 好她2001年出道以软之序便掌获了少爷文学大奖 2005年获得幸福的餐桌获得极川英字文学新人奖 也包括她的一些作品 有离天国还很远 幸福的餐桌都曾经改编为日剧 所以这位作家 其实她文笔相当的厉害 也因此她这次能够获得2019年的本屋大赏冠军 然后甚至啊 这位作者还陆续获得很多得奖记录哦 除了本屋大赏冠军之外 她也荣获日本文学书销售排行榜 记一国屋书店畅销冠军 其实台北也有一家记一国屋书店 里面有卖很多日本书 还有日本综合畅销书排行榜第十名 记一国屋店员最想卖的书 TOP30之一 然后国安的早午餐book的大赏 所以都在这一两年内 她这本书都陆续获得大奖的肯定和支持 那这本书在谈什么 这本书在谈家 可是这个家很特别 这个家族啊本身没有什么血缘关系 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难道全部人都是孤儿吗 其实不是 并不是全部人都孤儿 只是他们家的聚集 是因着结婚离婚结婚离婚的过程 不断把孩子不断的什么 有点像抛街球一样传递下去 可是有人说哇这孩子好可怜哦 这孩子一定过得很辛苦很心酸 因为到新的继父或继母家里面一定会被苦毒 好好告诉你 这本书的写法很特别 从头到尾都很平淡 都很甜蜜 都很幸福 都很安全 完全没有那种高潮跌起的那种冲击感 所以它是一个另外一种不同的写作方式 是一个很 很 我们很多人会以为这种一旦有继父继母 一定会像连续剧一样 可是他却用另外一种现实面来告诉你 其实不是每一个继父继母都是很糟糕 一样有很多继父继母是充满的爱 充满的支持 养父养母是充满的宝宝 在每一个新的孩子身上的 所以啊 他说血缘是一场慢慢传下去的接力赛 毫无亲缘关系的棒次 是否能够延续幸福呢 好 欢迎大家 你自己可以想想看 可以还是很难 依照你自己既有的观点 你认为可以还是很难 如果血缘是接力赛 那没有血缘关系 是否能够延续幸福呢 你觉得可以还是很难 好 欢迎你可以跟我一起交流 分享 在下面写A或者是B 好 以我自己的观点 我觉得 毫无血缘关系的棒次 能不能延续幸福 我觉得是可以的 对 因为如果说真的不行 那 其实有很多继养家庭 其实都是很希望能够给予孩子 怎样 孩子支持 给予孩子肯定的 好 所以对我而言 我认为我的答案是可以 然后你的答案又是什么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 跟我一起交流分享 好 那继续往下 来谈谈书中的故事 好 书中的故事呢 那个主角叫做水户幽子 可是他的名字又叫做田中幽子 全资源幽子 然后现在则叫做深宫幽子 所以这么多姓氏 那我们直接记后面的幽子好了 然后他自己因为在很多家庭轮流的被转移 所以他吃过和氏早餐 西氏早餐 猪排放当早餐 而且每个新的爸爸妈妈都有不同的习惯哦 就像他的姓氏会随着居住的屋檐而改变 然后他老师曾经跟他说 哎呀如果不把困难或者烦恼说出来 别人没办法了解 可是对他而言他觉得很奇怪 哎 我有这么多爸爸妈妈 难道这就是一种不幸或者是困难吗 可是我并没有感觉到不幸或困难 我觉得还蛮幸福的 难道我感觉这种幸福 没有任何不幸感是一种不正常的表现吗 所以没有很有意思 这本小说 他所呈现的形式是一本很幸福的呈现方法 写作方法 而不是那种 哎那种什么 那种哇 就是一段不断流连辗转到不同家里面被苦毒 然后被二代 没有完全没有 对然后同时来介绍一下书中的角色 好 生活角色现阶段他一开场就叫做生公幼子 因为他最后一个 应该是最后一个 也会在书中找答案 哎 最后一个爸爸叫做生公 好 生公幼子他是现阶段17岁 他有三个父亲两个母亲 家庭在他成长17年间变更了7次的成员 然后姓氏由没有血缘关系的父母之间 不断进行的四次更改 而他最后很确定他什么呢 他是不断的被爱支持的 好一开始呢 他在水户家 原来原生爸爸叫水户 生下他父母之后母亲就离世了 而母亲怎么离世呢 好爸爸跟那个妈 跟那个 幽子说 因为他妈妈是被车撞死 被货车撞死 而撞到头送到医院就没有救 而那时候呢 是这个幽子快三岁的时候 他完全没有任何印象 他爸爸告诉他说 妈妈去买菜回家路上 刚过了马路就被小货车撞到 撞到头 哇 所以那幽子那时候醒就很难过 妈妈撞到头 头一定很痛 那开小货车的一定是坏人 所以那时候他当时对这个情绪而言 就是非常非常难过 虽然不记得母亲的长相 可是眼泪还是不自主的流了下来 而且他也知道妈妈不是去了遥远的地方 而是去了天堂 所以他无论等再久 无论是毕业典礼或任何很重要的仪式 他的母亲永远都看不到了 永远都看不到 现在在很小的时候就有很深刻的这个体认 而后来呢 水护家为什么他父亲仍在巴西呢 好 因为他爸爸被外派到巴西工作 我们知道其实像很多那种跨国事企业或大财团 假如会有人员被移送到外派 尤其像日本公司 其实他们也会有很多人员外送到 例如巴西啊 或者例如像北州等不同的国家 去参与分公司的工作 然后当然这工作可能是一个新的机会 因为外派之后回来 他们可能会有更多深迁的可能性 对 如果大家有看过什么 那个之前有一部有一套漫画什么 克长的 就知道他也曾经外派之后再回来 他深迁机会反而比较多 好 所以爸爸想要掌握这次机会 而在掌握这次机会的时候就问女儿说 诶那 你要跟着我走呢 还是跟着新妈妈走 然后新妈妈叫梨花 妈妈 而且妈妈很漂亮 时髦又年轻 一开始呢 这个优子都叫他姐姐 所以爸爸一开始 娶这个姓妈妈的时候都 都说 诶这 这是一个新的姐姐要来照顾你 所以 优子也习惯叫这个梨花 一开始都叫他姐姐 只要后来理解 这叫做妈妈 而这个年轻的妈妈 诶教导优子学什么 学钢琴 所以这个梨花 诶表示 她长得漂亮又会钢琴 难怪水户爱上她 可是 却因为 诶这个爸爸 却因为 诶水户这个爸爸 因为 必须要转调到巴西 而 要告诉女儿说 那你要跟我走 还是留下来跟着 梨花妈妈呢 梨花妈妈呢 而留 后来这个 优子呢 最后的选择 因为她说 她的好朋友都在日本 她最要好 她最想要的生活 也都在日本 她不想要去一个新的环境 重新适应 所以她却 她就选择留了下来 而留下来之后 就跟着梨花 跟着梨花 而延伸呢 后来 诶 这个梨花又嫁给了 全之源先生 是一个充满未然 又有钱的继父 只是个性有点 烂好人的个性 然后但最后一个爸爸 是到深公家 可是为什么 最后她会沦落到深公家呢 我不把这细节讲出来 留待你去书中 找答案 找线索 因为书的一开场啊 就是 她已经住在深公家了 这深公家 这个继父呢 是在一流企业工作的 可是身为男人 她却全心全意的 养着幽子 这个女儿 好 所以 这时候 有一些问题 要邀请大家 一起来思考 这样的故事 以及里面的内容 好 这个女主角 拥有三个爸爸 两个妈妈 而且她有四个姓氏 她没有感到 任何不幸的感觉 你觉得这样是正常 还是不正常 好 答案写C是正常 D是不太正常 D是不太正常 好 我自己的答案 我觉得 我分享我的答案 我答案认为 C和D都有可能 为什么呢 我觉得它算正常 可是也不算正常 为什么 好 我觉得正常的原因是 的确因人而异 有的人的确 对于这种 情感转移上面 他是比较 不是那么敏感的 就爸爸走 我要跟一个新妈妈 而这新妈妈还蛮新的 才结婚没多久 爸爸就要离开了 所以 如果就这个过程当中 看这个状态 可能是不正常 可是延伸 在某些时候 又是正常 所以我觉得 这是一个蛮值得 好好思考 可是当然这也可以 待会我们会丢给大家 一起来思考讨论 好 那这时候要问大家 你可以接受 父母离婚后再婚吗 如果可以的话 写1 如果不可以的话 写F 你可以接受 父母离婚后再婚吗 好 我自己的观点 我认为 其实父母可以离婚后再婚 我是接受的 所以我答案是1 是可以的 因为我觉得 如果不相爱的坚持在一起 不离婚 那才是最辛苦的 而离婚之后 遇到一个自己 真的好像可以走一辈子了 父母 如果能够好好有另一半 帮助他 陪伴他 支持他 我觉得我们 做儿女的都应该支持 都应该支持 其实这问题也想要问大家 如果是你自己 你未来 如果你不小心 真的离婚 你会不会再婚呢 会不会再婚 其实你应该多数人 应该也会说 应该会再婚吧 如果真的遇到了 那就当然 有半会比没有半还要好啊 有半会比没有半还要好 所以欢迎在下面留言 写下你的答案 我们待会也会 透过留言一起来看 到底大家是接受再婚离婚 离婚后再婚呢 还是不接受呢 好 那这时候又考验来了 那假设你的爸爸妈妈真的离婚了 你会想跟爸爸还是会想跟妈妈呢 你会想跟爸爸还是会想跟妈妈呢 就很多社会现实考量 就是很多时候 那个会被送到爸爸那里 可又就很多情感考量 很多妈妈会把孩子留在自己身边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两难的矛盾情感 结果离婚之后到底要跟爸爸还是要跟妈妈 如果两个本身都好的 都会想跟 可是 最后啊 可能延伸会 会怎样 会走得 比较近 多数小朋友可能会跟妈妈走啦 多数小朋友可能会跟妈妈走 所以这应该是非常难的问题哦 欢迎大家可以来 在今天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和挑战 今天的超难选择题 我们今天要讨论书名叫做 接棒家族 然后这接棒家族是一个幸福快乐的故事 可是名字很特别 也同时故事很奇葩 这个孩子呢 接连辗转 有了好多新的爸爸妈妈 可是他却感到幸福了 所以 有欢迎你可以透过按赞 为今天的内容肯定 也给自己肯定之外 也欢迎你转分享 把故事转发分享出去 好 那么接着 好 那如果真的 这个角色是你自己 你离婚了 可是你现阶段经济不是很容易 有点辛苦 就养活你是足够 可是在养孩子是有点稍稍辛苦 你会希望孩子跟着你吗 A是会 然后同时更努力赚钱 B是不会 希望不要跟着你受苦 C则是其他 其他的话 你就要自己写下你的答案了 假设你离婚了 你的经济不容易 你会希望孩子跟着你吗 我今天设这个主题 其实在考验大家之外 也在考验我自己 我觉得这个主题真的非常非常难 尤其选择题很难很难 因为这都是假设性问题 而且是如果真的不幸严重 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做决定的选择 可是却又必须要下决定 必须要下决定 如果真的离婚了 经济不容易 你会希望孩子跟着你吗 我自己的角度 我自己会希望孩子跟着 而且我会更努力赚钱 可是又会觉得 当我努力赚钱 又没办法好好照顾孩子 这又是一个非常矛盾的时间管理问题 因为当你足以 花大量时间 希望能够创造比较好的经济条件和收入 可是陪伴时间好像就会变少了 变少了 所以啊 你离婚了 经济不容易 你会希望孩子跟着谁 跟着你自己吗 还是你会把孩子放手 交给另外一半去照顾呢 可是当然 我自己有想到另外一种角度啊 就是 有时候还有另外一种角度是 有抚养费 赡养费 如果赡养费可以来支持 照顾 或许会轻松一点 不过我目前啊 听到很多离婚之后的赡养费 给付啊 能够实际一直拿到的 好像比例不高 或者能够拿到的那个审判金额 其实也没有想象中这么高 因为其实现阶段双薪家庭 除非你嫁到有钱人家 那可能赡养费可以提的要求比较多 否则 多数拿到的比例也是不高的 也是不高的 所以还是要好好为自己努力 为自己努力 好 那接着 我们刚刚提到水户啊 这个爸爸 他人在巴西木 亲离世了 所以啊 接着有一个问题要问大家 好 如果你父亲要被调派到国外 你会选择跟着去还是选择留下来呢 尤其像被调派到非洲啊 南非啊 巴西啊 这些可能比较 这个 那个还在发展中的国家 你会选择跟着去还是选择留下来呢 好 C是跟着去 D是留下来 好 欢迎你可以在下面写下你的答案 我目前啊 依照我自己观察到的朋友 多数选择留下来比较多 就是孩子跟着妈妈留在台湾 或者跟着爸爸留在台湾 而另外一半去出国努力赚钱去 因为外面的国外薪水可能真的高很多 高很多 所以可能父亲掉出去或母亲掉出去 其中一个就选择留下来 可但也有另外一种状态是真的全家跟着去 这也有可能 就全家一起走 全家一起走 只是故事里面提到这个优质的角色很特别 结果他要跟着对象却是寂寞 跟着新妈妈 表示新妈妈对这个优质好不好 是很好的哦 所以优质才会选择留下来 而不是跟着爸爸一起离开 好 所以对你而言 你会选择跟着走还是留下来呢 好 我自己 对我自己角度啊 我会想要尝试跟着去 开开不同的眼界 以我自己现在的年纪角度 可在小时候可能会 觉得不适应不习惯 会充满害怕 会选择想要留下来 所以可能也是不一样的那个 想法和体验 好 那接着介绍这个继母 好 梨花家 好 这个梨花是一个时髦又年轻貌美的继母 教导优质 哇 学钢琴耶 好 那我有什么问题要挑战大家呢 好 那可是如果 假设一下 现在的角色 你是继父 还有继母 你的孩子不喜欢你 你会用多久时间去 用爱融化他呢 好 A是到他成年18岁 因为到18岁他可能也不住家里 就离你而去 B呢 就是无论他 爱不爱我 我就是要融化他一辈子 即使到他长大 我也依然坚持要爱他一辈子 好那C呢 我就给他一天而已 如果他今天 对我表现很糟糕 那我就不理他了 我就做我自己了 好 欢迎你写下你的答案 然后当然如果你有其他答案 欢迎 也欢迎你可以在下面 跟我们一起交流分享 交流分享 我们今天所介绍的这本书 书名叫做 接棒家族 介绍一个女主角叫 幽子 他 斩斩流连在不同的家族当中 可是 这些继父继母却 给他许多的爱 给他许多爱 所以如果你喜欢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故事 赶快为今天内容按赞 给阅读人肯定 也给自己肯定 然后让 透过更多的按赞 来让我们持续为大家开播 更多精彩的好书 好 所以你的继父继母 如果你孩子不喜欢你 你会花多久时间融化他呢 好 我分享我自己的角度 我自己分享的角度 我认为会到他成年 因为成年之后 我就真的管不到了 他 会走到 什么地方 我也不知道 我能够照顾的就是 到他成年为止 到他成年为止 所以欢迎你可以在下面 写下你的观点 和你的答案 好 那接着要介绍 这个 新爸爸 全之家 充满威严又有钱的继父 个性 有点烂好人 是一个好人 所以也是爱着优质的 好 那因为他是有钱嘛 所以我们有一个问题 要挑战大家 好 如果你嫁取对象的经济条件 作为考量 1到10分 你觉得会打几分呢 我这应该不是赞 应该算 打几分 你会打几分呢 如果 你的嫁取对象的经济条件 评量1到10分 你会打几分呢 就是你会打1分呢 你不在意 10分呢 你很在意 好 如果是我 我自己会打6分 对 就是及格分 就不会希望是1分 因为1分可能会延伸 他可能家里负债 会拖累 而且会非常非常辛苦 除非你真的超级超级爱他 也甚至愿意为他们家的债务 整个担了下来 可是多数其实还是会希望能够在 经济条件水准下面 至少不要负债 就不是有钱没关系 可是至少不要负债 所以我打的是6分 所以换你 你可以在下面打一下 你自己的分数会打几分 会打几分 可是当然别人也会用这种方式考量我 就可能 他希望 他嫁取对象是 经济条件是 不一定要有钱 或者希望有钱 我不知道 不过我老婆嫁给我的时候 我应该那时候算穷小子 没有什么钱 只是知道我有工作 可是结婚后三个月就决定创业 就没有收入了 所以真的是一个非常勇敢的决定 所以要给我老婆按赞拍拍手一下 所以你会打几分呢 好那接着介绍下一个 其中另外一个角色叫 深宫 他是一流企业工作的继父 然后他是一个男人 全心全意爱着这个优子 这个女儿 对 就是他 接下这个棒子之后 他就照顾这个女儿到底 所以故事一开场 就是深宫家开始来介绍 深宫家开始来介绍 然后慢慢的 最后那个画面切到优子回想 过去他流连在不同家里面的故事 以及点滴 好那这时候有问题要问大家了 好这问题就是 你能不能接受一个 和你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父母 跟他住在一起呢 就这个爸爸或这个妈妈 完全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而且你可能这两个爸爸妈妈 完全跟你也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你能不能接受住在一起 如果可以的话打Z 好如果不可以的话打KS 好换在下面写下你的选择答案 可以还是不可以 你能不能接受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父母 住在一起 我小时候的话应该不可以 因为我觉得太恐怖了 可是慢慢长大会有不同的了解和意思 我就会发想是 可以如果新的父母 他依然能够像原生父母一样爱我 或者可以提供更好的资源来支持我在学习上面 或者我要完成我人生的目标上面 给予一些帮补 好那或许我觉得这也是另外一种不同的思维和角度 所以你能不能接受和一个完全没血缘关系的父母 你需要选择可以或不可以 然后大家也欢迎你可以写下你的答案 写下你的答案 好那 但接棒家族是谈到优子这个女孩 不断斩斩流连在不同的家里面 可是这概念就很像是领养小孩 好这时候也要给大家提问这个问题 你曾否想过领养小孩呢 好E是想过R是不会 E是想过R是不会 好那我分享我的答案 我自己的答案是 我曾经想过要开孤儿院 对要照顾一群 在他们生命当中 有软弱有破口没有父母爱的孩子 所以我曾经有想过要 开设这样的孤儿院 可是后来其实知道 其实台湾有很多这样的机构 已经陆续提供这样的服务在 例如包括可能像关爱之家 也包括有一些育幼院 他们都提供这样的支持 在给予这些弱势的孩子 然后也包括 现在有很多寄养家庭 也提供相同的服务 所以慢慢的 我觉得台湾好像比较 这类的需要是比较少 比较弱的 对 所以慢慢这个念头就打消了 然后延伸我现在支持的事情 叫做支持大人 因为我相信一个大人翻转 一个大人改变 一个家就跟着改变 所以这是我现在在努力做的事情 支持大人 影响大人改变大人 好当然这时候要问你 你自己有没有想过要领养小孩呢 一是想过 R是不会 一是想过 R是不会 好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这本书 书名叫做 接棒家族 书真的还附了一个棒子给大家 作为书签 告诉你 你读到哪里 同时要鼓励你 好好把这爱传递下去 接棒下去 然后我也试着分享 出版社提供的一些资料 帮大家整理的一些观点 和素材与大家一起交流 这本书啊 其实它是一个关于爱如何循环的故事 就是你对孩子付出爱 由他吸收 他会再把爱传递给另外一个人 而当他成为父母之后 他也会用这种方式 把爱传递给他的子女 因为其实 我们人 他本身的爱是流传下去的 虽然有过去 如果你父母苦待了你 你希望在你这一代 好好重新调整 那么或许你可以从这本书里面 找到答案和力量 也同时要好好提醒自己 你自己就可以是一个新的开始 不要再让过去的那些咒诅 那些苦待而流传下去了 你可以在你这一代 把它断开 重新开始一个新的可能 一个新的机会 好那接着 在书中也提到说 我们都需要被爱来浇灌 每一棵树苗都需要用爱去浇灌 才能够长成一棵爱的大树 我们能不能成为有爱的大人 其实要端看我们成长的土壤 好在书中 这个优质 它辗转在许多新的爸爸妈妈家里面 可是这些爸爸妈妈都给予他许多的爱 所以他所成长出来的生涯 他的内心是充满爱 充满快乐 他从来并没有因此而不满足 因此埋怨 因为他知道这些爱他的大人们 都是爱他的父母 所以这也很重要 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然后同时书中也提到说 家庭不只是形式 父母离婚后再婚的子女 可能会获得不幸 并非因为双亲化的人 而是孩子没有得到来自新家庭的爱 而真正爱可以让我们成为比家人 更像家人的亲人 好如果我们看过一些社会报纸 社会新闻 就会知道其实不是说父母 都试任 有些父母真的真的非常非常的糟糕 好像最近有一个社会新闻是 我不讲那个太多细节 就是妈 父母离婚之后呢 这个新的爸爸 把孩子就是苦待 最后让他离开世界 是非常糟糕的过程 可是我觉得 这也成为另外一种提醒 就是说真的 不是所有的大人 都是一个试任的父母 有些大人真的非常非常不试任 所以接着也要提醒自己 你自己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大人 你是否能够把爱传递下去呢 我相信所有观看阅读人节目的朋友 应该都是爱的大人 都是善良的大人 都鼓励你 可以把爱持续接棒往下传下去 就像我们今天所介绍的书 接棒家族 好所以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可以成为爱的大人 赶快这时候按赞给自己肯定 我们这时候也要 希望透过按赞给大家暗示 提醒自己要成为一个有爱的大人 有爱的大人 然后书中也提到说 家人不只是血清 当家人定义不再和血缘绑在一起 爱才能够不断流传在血液 能够彼此间循环下去 我相信 很多朋友彼此都有那种非常要好的闺蜜 或网路朋友 即使你们没有见面 可是你们依然心有灵犀 会给予支持 其实你们彼此之间就是没有血缘 可是却会体贴对方 体贴对方现在的需要 体贴对方现在遇到难题 体贴对方可能现在 他需要有人能够倾听他的内心 所以有时候家人不完全是私人的家人 有时候外面的人比家人还要好 这要告诉大家 这是的确可能存在的 这的确可能存在 只是留待你要用心去把这样爱传递出去 去爱更多需要的人 所以这也是要与大家分享的 接棒家族 这家族不只是在家里面 他也可能是在外面 你可以在外面参加 例如阅读人同学会 里面有很多人分享阅读的好处 分享阅读的美好 也在当中分享阅读的价值 这都是要与大家分享的阅读的力量 也同时我们组成很多社团 都希望能够把这样的力量传递下去 好所以啊 这本书在日本亚马逊读者 获得五星满分的推荐 好很多人写说 这只有我一直等待的家庭小说 然后里面也有人说 哇里面充满温柔的句子 独有的机制 越往下读 你的心脏会越感到温暖 所以这本书不是那种 有高潮迭起的惊悚小说 而是一本温暖的小说 而同时 这本书也信力点出 子女和父母彼此之间要如何相爱 然后甚至有人会想起 东野归吾的秘密 让人忍不住眼泪 眼泪会在什么时候发生呢 留待你在读的时候去发现它 所以有人说 哇谢谢作者写出这样的故事 本屋大赏冠军十字名归 所以这本书曾经在去年获得 2019年本屋大赏的冠军 好他这边写说 比家族更重要的是家人 在有爱的土壤里成长 才能够成为有爱的大人 所以你自己是一个有爱的大人吗 我们希望所有参加阅读人的朋友们 都是有爱的大人 能够把爱传递出去 如果你希望能够获得这样爱 赶快给自己爱心按赞 这都是给自己肯定的过程 也希望我们今天所介绍的这本书 接棒家族能够把爱传递出去 把这样的温暖传递给你 也希望这样的温暖成为你的力量 成为你的帮助 让你持续因着有爱而前进 更鼓励你把今天的内容转发分享 期待下次再见 晚安啰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